迪黎波里法院开始审判 前例被阿领导人卡扎菲主要官员 控告他们屠杀抗议人士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访问 是自上个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外访 九名穆斯林与缅甸警方冲突时被杀 抗议人士要求当局尊重法治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到访加鲁吉亚 呼吁当地加强民主教育 示威人士在法国足球联盟办事处门外 抗议三年前以色列未经审判 扣押巴勒斯坦足球员 英国民众连续第四日庆祝 应女皇登基在位六十周年 敬礼